加油公刚坐下准备享受最爱的薯片 却突然听到身后的草丛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好奇的他准备上前一探究竟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菊花一景 加油公刚想转身逃走 就被一只不明生物扑倒在地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怪物的样子 可怜的加油公就已经隐恨西北 与此同时 一辆汽车正在往加油站驶去 可途中却遇见两个拦路劫车的歹徒 夫妻俩被当成人质 驾驶着汽车继续往前开 就这样一直开到晚上 突然响起一声猛烈的碰撞 汽车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几人下车查看 发现轮胎当场报废 可就在他们换备胎的时候 歹徒阿伟却被尖刺砸到了手指 他忍痛拔出尖刺 接着俯身一看 发现轮胎上竟然布满了同样的尖刺 原来就是这个东西扎破了轮胎 另外两人循着血迹找到了罪魁祸首 是一种奇怪的生物 他的身上长满了尖刺 卷毛以为是刺猬 作为生物学家的他瞬间就来了兴趣 可他刚想近距离接触 那东西竟然动了起来 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 突然哭斥一下 那东西竟然袭击了卷毛 两人被吓得菊花一挤 阿珍连开几枪 接着快速往回跑 其他人也被两人慌张的样子给吓坏了 一脚油门便离开了这里 可他们并不知道 被换下的轮胎上 尖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涨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出事的加油站 准备给汽车95加满 但却没有看到加油工的身影 便利店里也空无一人 阿珍想要上厕所 可那厕所门怎么都推不开 里面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挡住 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 却又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一个浑身长满尖刺的男人躺在那里 他正是白天遇害的加油工 阿珍被吓得落荒而逃 并将此事告诉了众人 可阿伟一开始并不相信 直到长满尖刺的丧尸出现在眼前 众人这才意识到不妙 阿珍被当场扑倒 阿伟立刻开枪射击 剩下的人趁机躲进超市 并将超市门反锁了起来 虽然丧尸已经被击倒 但是阿珍却被感染了 阿伟悲痛万分 小美本想打电话求救 可阿伟却不同意 并将电话狠狠地摔在地上 毕竟她是个劫匪 到时候肯定会被抓起来 见小美不听话 阿伟反手就是一巴掌 为了销毁证据 她还准备把摄像头的内臀也带走 然而就在这时 阿伟惊奇地发现外面的阿珍竟然动了 看来还能抢救一下呀 于是就让卷毛帮自己盯着引擎盖上的丧尸 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外面 将阿珍拖了回去 可她正准备进入超市时 却发现门被小美锁了起来 这显然是除掉劫匪最好的机会 气急败坏的阿伟举起了手枪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阿珍正在变异 关键时刻 卷毛打开门就吓了阿伟 可一只断手却被一同带了进来 她竟然可以脱离身体独自行动 这瞬间就勾起了卷毛的好奇心 阿伟见状立刻用东西压住 可外面的阿珍又站了起来 她以一种诡异的姿势不断撞击着玻璃 害怕玻璃被撞开 他们赶紧躲进了里面的仓库 准备从后门离开加油站 可好不容易把门拆下 又发现外面还有一扇铁门 此时撞击的声音突然停止 丧尸好像是跑到了屋顶 他们本想趁机离开 可以转身 却发现门口出现一个警察 看着外面的血迹 警察误以为他们是在抢劫 夫妻俩想要解释 并且叫他赶紧回到车里 外面有可怕的东西 可他根本就不相信 你们能不能编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警察准备呼叫支援时 丧尸突然从楼顶一闪而过 掉落的尖刺扎中了警察的脸 警察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丧尸当场拖走 希望变成绝望 三人彻底崩溃 而阿伟被尖刺扎破的手指 也在慢慢变异 但他选择了隐瞒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阿伟突然想到了警察的对讲机 于是他立刻行动起来 用衣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钩子 只要拿到对讲机 就可以向其他警察呼救 可就在他准备勾的时候 却发现长度不够 阿伟见状立马过去拿 但他的麒麟臂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作 小美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却说不小心被衣架割伤了 有了阿伟拿来的衣架 卷毛顺利地勾到了对讲机 眼看就要拿到手 可意外却发生了 一只丧尸突然从天而降 刚好砸在了对讲机的线上 好在卷毛用力拉住了 不过他用力太猛 硬生生扯断了对讲机 丧尸的手从窗口伸进来 小美用球棍拼命地砸 眼看没有什么作用 两人立即躲了起来 可没想到这只丧尸很聪明 把手臂单独分裂出来 落在了超市里面 两人听到声音突然停止 以为丧尸已经离开 可当小美探出头一看 只能用铁架暂时挡住攻击 关键时刻 阿伟从冷冻室里探出头 叫两人赶紧进去 小美果断先走一步 卷毛用力将它踹开 也紧随其后地钻了进去 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 没想到阿伟的麒麟臂又开始发作 看到这一幕 两人这才知道阿伟早已感染 她的手上不断长出尖刺 手指也不听使唤的严重扭曲 整个手臂更是折成了360度 痛苦的阿伟意识到 只有砍断手臂才能阻止病毒的蔓延 两人扫尸一圈 只找到一把小刀 可他刚准备动手 就因为疼痛彻底失去了知觉 无奈之下 夫妻俩只能帮他动手 一阵痛苦的哀嚎过后 阿伟永远地失去了左手 但好在命是保住了 面对两个救命恩人 阿伟说出了自己的往事 原来他曾是一名囚犯 在越狱的时候 不慎开枪打死了一名狱警 他从未想过会闹出人命 从那以后 阿伟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得知狱警的妻子搬去了墨西哥 他和女友就打算 带着一笔钱去看望 没成想半路汽车抛锚 在路上刚好遇见 卷毛和小美路过 于是就选择了劫车 看来阿伟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过了很久 外面变得异常的安静 丧尸似乎已经放弃了他们 三人来到外面 发现刚当的手臂也消失不见 看着一旁的温度计 卷毛大胆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躲在冷冻时 身体的温度下降 丧尸就看不见他们 因为在最开始看见丧尸的时候 那只丧尸并没有扑向他 而是扑向了发热的引擎带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卷毛决定亲自试验 他们来到冷冻时 开始用冰块给卷毛的身体降温 等到温度到达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卷毛就准备出发去警车上 用无线电呼救 在行动之前 小美往外面丢了一颗烟花 等到丧尸被吸引 卷毛就趁机走出去 可由于身体太僵硬 她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 小美只能不停地用烟花拖延时间 好在最后她成功到达警车 可她刚准备用对讲机呼救 却发现自己的体温正在逐渐升高 而屋里的两人也发现丧尸消失了 下一秒 丧尸突然出现在警车旁 对车内的卷毛发起了攻击 为了将丧尸引开 阿伟手拿烟花从超市里走出来 然而让她没想到 丢出去的烟花竟然压火了 丧尸扑了过来 阿伟立刻返回 可丧尸的速度异常地敏捷 在她进门的时候 丧尸也冲了进来 好在阿珍及时将她扶起来 两人一起躲进了冰箱 然而丧尸却不停地撞击着冰箱门 就在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外面的卷毛拿着警车上的喷子出现 可由于她打得不是很准 连开几枪都没能打中 但也给两人争取到了逃走的时间 阿伟接过喷子 叫夫妻俩先走一步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可丧尸的生命力太强 阿伟连续打中几枪都没能解决对方 她在换子弹的时候 还不慎被丧尸刺伤 阿伟只能退到外面 赶紧给喷子换上子弹 此时的丧尸也追了出来 看着她正处于加油箱的位置 阿伟果断扣动了扳机 看来火攻比枪管用 一声爆炸过后 丧尸彻底没了动静 正要离开的两人看见倒地的阿伟 便立刻上前查看她的状况 可她已经被丧尸感染了 阿伟知道已经无力回天 于是把胸前的吊坠交给了夫妻俩 是一把取钱的钥匙和那名警察妻子的地址 她希望两人能帮助自己完成这个愿望 夫妻俩答应了下来 看着他们安全离开 阿伟果断打爆了煤器官 在电影的最后 幸存的两人相互搀扶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